外界說 台灣的毒品價格比日本海國便宜 而且90%的毒品是境外走私 外界認為海關的查信不利 海關要不要講一下 我們剛剛報告的講 查到Ketamine非常多 那個可以有4000多萬人吸食 3月初 宜蘭的警方查到外勞集體的買毒 負責的泰國移工表示 因為台灣的毒品便宜 而且容易取得 泰國根本不敢吸毒 因為被判死刑 台灣的刑度比較低 台灣的海關比較鬆 所以就來這裡 來這裡容易買到毒品 報告委員 我剛剛 公司要不要來一下 雙廚長來 但我要提 剛剛報告裡面談 台灣查獲的毒品有60%是海關查獲的 但其他單位也要查 檢調也要查 對 報告委員 那個海關對查獲毒品一向非常重視 除了我們部長報告的X光遺檢 是歷年來最大的一次 那我們整個查獲的布線 包括空運 包括海運 我想我們都很重視 我剛才質詢的這一段都是媒體已經揭露的 我沒有看到你們任何的新聞替自己講話 讓外界誤以為你們對毒品的查器非常的鬆 那海關當然負責邊境的管理 但是財責機關法務部的調查機 它主管機關 那我們整個配合 那剛剛部長報告的 整個X機有司法警察有布線的 是事成來自於這個調查機 刑事警察機 但海關自己看誤的這一部分 我們就自行查獲的60% 相當的努力啦 我們對我們同仁應該非常肯定 好 謝謝